一直以来张女士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惬意 三口之家 其乐融融 和丈夫一起经营的公司更是蓬勃发展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可半个月前 她的这份安稳却被打破了 因为丈夫向她提出了离婚 她说那就找律师吧 找律师就是离婚 丈夫要离婚 张女士是始料未及 因为在她看来 夫妻俩离婚的导火索 仅仅是因为装修这件小事 我说能不能按别人那种改法 不行 没有一点尊重 我不像是个老婆 就像是一个帮她打工的 尽管在妻子眼里 丈夫在装修这件事上独断专行 对自己完全没有一点尊重 可是在丈夫刘先生看来 房子装修可不是什么小事 自己才是那个不被尊重的人 小事不计较 大事不服务 做什么都要她说来算 刘先生说 自己提离婚也并非是一时冲动 因为妻子的霸道自己实在是难以忍受 我就想走第二步 不想走上门了 因为太累了 做什么事太霸道了 尝试口也不能霸道 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霸道的人 夫妻俩口中的尊重又究竟是指什么 为何观察员们会对刘先生给出这样的点评 而原本是来要尊重的张女士 是否就是丈夫口中那个霸道的女人 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能否帮助这对矛盾重重的夫妻 找回最初的尊重和信任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欢迎今天的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刘先生和张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生活矛盾 还有就是工作矛盾 最希望解决的是什么 互相尊重吧 那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更好的解决 我们就离吧 刘先生 你有什么想法 我就把话说得比较直一点 我喜欢文字纸的 我希望今天来这里 就希望你们瞧瞧 我们就是好和好善 来这就是离婚 对 不做夫妻还可以做朋友 那刚刚你妻子说到的 你们之间存在的这种 互相不够尊重 不够理解的这种状态 这句话应该我好早就这样说 我的尊重比任何一度重要 在你看来 你认为你们之间存在最大的问题 也是尊重的问题 对 那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不想谈累 我就想走第二步 不想走上面的 因为太累了 这么坚决 对 妻子想得到丈夫的尊重 可丈夫却只想结束这段婚姻 一句太累了 更是倒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和决绝 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尊重问题 让两个人15年的感情陷入了危机 张女士说 丈夫提出离婚 竟然是源于一件家家户户都会经历到的装修琐事 半个月前吧 这是房子的装修 风水师就是说 什么门对门啊 不利啊 要在一进门的大厅那里 要用个东西挡住大门 我就觉得好憋屈啊 我说能不能按别人那种改法 不行 就是风水师那种改法 没得商量 就是我不同意的情况下 她就自己去找装修 公司去装修 而且呢 她又相信那种日子 选日子 哪天日子好啊 去装修 她也没告诉我 直接就叫人去装修 一个家装修 没有李主人给你拜神 一个男的拜神 那不就是没有李主人吗 那个家 就她这个做法会让你觉得 没有一点尊重 我不像是个老婆 就像是一个帮她打工的 我心里很压抑 但我也不想吵 后面我就说 我不同意你这样子装修 后面就 她大声我大声 就两个人就争起来 她说那就找律师吧 贾律师就是离婚 明白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是刘先生先提出来离婚的 这个事情问下刘先生吧 那就 第一个呢 就因为磁场 这是自然科学 如果不敢的话 那个床头就要放到那一边去 那边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磁场 对那个人的生物中 影响很大 所以说你是经过了你的身世熟虑 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对 但是接着你的妻子会认为 我儿子把图子给了她的 发给了给她 她同意了吗 她也没有 当时她也没有怎么反对呀 我是不想吵 我不想吵 我说我不同意这样子装修 那后来在这种情况下 刘先生你决定装修这个房子 包括刚刚妻子说的 一系列的仪式 她都是不知道的 那个第二呢 就是因为一过这个时间呢 就没有合适我们的日子 没有我们有这个规矩的吧 有客家人有客家人 但是她不知道 她觉得 因为呢 为什么呢 这样房子 不想说他们不激励 不愉快的 我就先动了些 她说过什么话 让你觉得她在场 可能会让这个事情变得不那么好 不激励的话 能告诉我们这话 到底有多么的伤害你 或者说让你觉得 讲到有关死人之路的事 因为她呢 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是 就是口快 还是这种性格造就了她 她的口得差一点 我到人家去那里 就是说这就为了投过激励 如果你一绷出这个话来 可能我就不会要这套房子了 就因为她这样一句不激励的话 你可能连这套房都不要了 会 平时你对这个女人的评价 是怎么样的 做什么事 太霸道了 尝试可以 不能霸道 爱 是容忍 跟尿的 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 小事不计较 大事不服务 小事可以尿十万件 你问这些事情要安我的人 做什么都要她说了算 你说其他小的事情 我都可以尿 我都跟她说了 这些事情就医我 所以说的确是因为 这个房子的事情 导致了你要跟她离回 房子只是导致 在房子的装修问题上 夫妻俩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达成一致 而刘先生最后的先斩后奏 更是让妻子气愤不已 两个人的矛盾也是被彻底引发 看得出张女士和刘先生都十分有主见 又都想让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 夫妻俩口中的尊重 其实就是在争谁说了算 张女士说 平时丈夫就爱和自己较劲 但生活琐事夫妻意见不同 有时人人也就算了 让自己更头疼的 还是两人在公司经营理念上的分歧 一遇到公司的重大决策 丈夫就喜欢瞎拍板 对自己全然没有一点尊重 她花了两万五买个远件回来 现在用了两年了 还没实行 就是一个像电子文件都可以做的东西 就是打一个生活单 什么用都没有 效果并不好 对啊 因为毕竟是我在用 工作是我在用 你又买的不适合我用的 明白 这个事情刘先生 当时蛮远见的 因为他一个人做很多人的事 我真的不想他那么辛苦 还有公司升级转型的需要 也是要信息化 网络化 是不是像他所说的 你是花了更多的钱 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并不漂亮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这个 他觉得很好 肯定好的 包括他现在这个不搞 我马上我要搞 以前就是文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公司大了 就是慢慢请人 就先请一个财务 帮我做一下账 这些 结果呢 这大姐年龄有点大 就是懂电脑 但不会打字 就手写很慢 很慢 他就嫌人家 就说不要他做 结果他请了一个更高工资的 连电脑都不会的回来 还有一个就是 他本来就是想请来管公司的 他也跟他一样 很会说的 说的头头是道 就是没具体式这种 结果我做了几天 我就感觉这个人不是做事的人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人不能用 不是做事的人 他不听 你跟我们总结一下 总体来说 你对于你的丈夫 刘先生请的这些员工 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请回来的人都是不做事的 刘先生是这样吗 这是臭的 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他厉害一点 他说三天可以看出一个人来 我就没有这个人来 我最起码要看一个人 要一头半个就我才看得出来 但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人确实不行 我是敢 我跟你说 不行是怎么发 我咱们决定不要他的 结果在二十天没有 一个月都不到 你妻子可能也提出了意见来 但是你是花了更长的时间 去确认这个人确实不行 那在用下一个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听一下妻子的意见 可能他的直觉 或者他对人的了解 确实还不错 第二个人就是刚说的 那个会计 那个阿姨 她问过我的 我也同意了请的 请的 请了那么久 就是我要来的 就是来实现 我的整个系统化的 他已经没有 八年了都没有出 你说还要留下来吗 他请人都觉得 要他自己来请的 因为在帮我做事 我就觉得要经过我这一关 我下一步我要请的是 财务总监跟行政总监 如果他的话 肯定不答应的 但是公司必须要 请这两个人回来 我们的公司在幅部发展 要提前布局的 未以筹谋 一个公司是靠寡女 才能出效应的 不是靠你什么东西 你轻易轻易干的 他觉得我是一个绊脚师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刘先生 绊脚师不是 是阻力 在张女士看来 丈夫在用人上 不够明智 又独断专行 可他的反对意见 在刘先生眼里 就是要和自己对着干 甚至已经成为了公司 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夫妻俩这种 谁也不服谁的态度 让两人在生活 和工作中的冲突不断 矛盾也是越积越深 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张女士也曾考虑过 让丈夫单独经营 可丈夫的能力 她实在是不放心 就是她自己一个人 出来打拼 我在上班 基本上那些钱 其实都是我赚的钱 但我也支持她出来 做生意 想搏一搏 然后出来了 一年了 她就请她家里 人在那里做 她就是她这种性格 很相信家里人 然后就是把我给她的钱 全部没有 还到处借了很多钱 结果她也不告诉我 借了别人的钱 她就叫我从东莞 叫到亲眼来 我就想 我儿子天天找爸爸 一天问几百次 我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了 问得我心里都很慌的那种 我想想 我就过来帮她吧 结果过来 没钱了 还借别人很多钱 经体借了多少 我都不敢去面对那个数 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 她用她家里的 这些亲戚有关系吗 肯定有 她亲戚拿她的钱 她又不记账 刘先生 这个事情是事实吗 亏了那么多钱 这个事实 就是因为这个用人 用得不当 还有就是刚刚来创业的时期 很多铺是来卖 会用一下钱的 你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亏损 跟你用人都是自己家的亲戚 被别人拿走了 不是 他亲戚拿了应该是小部分 用在公司上是大部分 因为你去一个地方 没有什么好的生意做的时候的话 你还要有支出的 你不能停下这个工作 停下这个前面做的就白干了 那这件事情 你有跟妻子解释清楚吗 什么原因 她解释 我解释不清楚啊 以前你根本就不解释 你也不敢解释 我这个我都是用的 以前我们有这种潮法吗 以前根本就没这种潮法 如果以前这样子潮 我就不会来亲戚了 如果是说她单独经营这个公司 你对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 有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有点担心 她就什么事都交给别人去做 自己不会去做具体式的 你现在问她有几个客户 她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到底 其实你真的是不能放手的 我会放手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我的时候 我还是要出去帮她 她的性格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你觉得这个话不可信 很担忧 不是真正的配合 如果不配合你 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私的想这些 我们就不会吵到今天 今天要吵了 我吵到今天 是这个公司 是谁帮你做起来的呢 看得出让丈夫独自经营 张女士实在是不放心 她既不相信 丈夫如今能够将公司独自打理好 更不舍得自己十年来 为公司付出的那份心血 而当年 丈夫独自创业时的惨痛经历 更是坚定了 她要留在公司的决心 可刘先生这边 自己的雄心壮志 不仅得不到舒展 和妻子无数次的争吵 更是让她不胜其烦 而联想到一直以来 妻子对自己家人的态度 让她下定了 要和妻子离婚的决心 在现场 她向调解员胡建云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 我就问一下 我们多明那个主持人先生 如果你回去老家 你的太太不带你去 你的亲戚家里 你有什么感觉 我至少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 我会想一下 我家的女人 她平时的为人 一贯以来是怎样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 突然之间是好人 突然之间是坏人 第二件事情 我会问为什么 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 才会出现异常 而不是看到异常 就否定这个人 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 做好了 我就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办 你刚才问我的意思只是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 你看这种行为 讲不讲道理 就好比今天你来调解 你有你的委屈 他有他的委屈 他也觉得你很奇怪 你也觉得他很奇怪 好 他在把话摊开 而我们这些旁人 就帮你们看 是不是有原因 你觉得呢 我不走 他家的亲戚是选择性的 其实真的不走 就是他姐姐家 我不走 你家里的其他人 敢说我不好吗 就是为什么 他姐姐家我不去 是这样的 就是他 就是亏了几十万 其中借了他姐夫的钱 我是不知道的 结果呢 等我来了 她姐夫就说 她借了她那么多钱 我问她 借了没有 她说借了 后面她姐夫就找我 一个女人要钱 但是我确实又没钱 她就要打我 我姐姐拦住她 叫她不要打 她都要打 是隔壁做生意的人 拦着抱住她 才没打成 我就想不通 我到现在 我想不通 我说 至此那个钱 我是父亲俩 跪着 向你借的 你应该找男的要 你说 我这个坎 我很难过得去 说实话 我对他家里人 我确实有点过分 他们现在就是 我们生活好了 有时候会来我们这里 交着我 我开心 我会硬一下 不开心 我硬都不硬 这个我确实做得棒 都是因为姐不做的 这件事 对 我先来问一下 刘先生 刚刚胡老师的那个答案 你还满意吗 不满意 你哪里不满 因为你妻子说完这一段 按理来讲 你就理解了 那你妻子心里面 原来有个心结 不是她一点道理都不懂 就是一个 点到其他人 我是说 如果你能帮她心结打开 她会不跟你去吗 应该这么去理解 就是呢 因为再怎么样 事情 亲情 我主要是还是大委屈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 亲情很重要 难道夫妻之情 就不是亲情吗 在他眼里 夫妻不是亲情 按理来讲 我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 坦荡的男人的话 你刚才 至少应该这样说 我可能忽略到她的感受 因为她刚才 也说了一句话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就不理 我这样做也不对 那她就会显得 比你坦荡 你不怕这样坚持 自己的情绪化的东西 会影响你的风水 看到妻子不开心 或者妻子 有一些行为 让你感到不满意 你应该去了解 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似乎 胡老师解释到现在 你依然没有办法去理解 为什么你的妻子 她心里有块石头堵在那 不按照你的那种要求 或者说你的想象 去跟你一起走亲戚 我现在也不要求她去 她去就去 不去 不去就可以不去 她也觉得没必要打了 因为我们都不会 我们离了 都不是亲戚了 也没必要去了 胡建云说得很明白 刘先生在批评妻子 不和他回家见亲戚之前 应该先分析原因 而不是对妻子 进行全盘的否定 可他的这个答案 以及张女士的解释 却并没有得到 刘先生的认可 他坚持认为 妻子和自己家人关系不好 很大程度上 就是不重亲情 不尊重自己 也没有以大局为重 但在观察员李小云看来 刘先生这是在 抢人所难 刘先生是一个家族观念 特别强 用您的一句话来说 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可是糟糕就糟糕在 您的亲情 是有阔弧的 这个阔弧是 妻子除外 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说 从始至终 您并没有把身边的张女士 作为您的亲人 在您的眼中 他依旧是一个外人 无论他做了多少事情 对您的公司有多大的帮助 对平时的生活 在家庭里的付出有多少 在关键时刻 很多时候 他依旧抵不上 您的那些三姑六婆 甚至是在给您的公司 其反作用力的人 当刘先生没有把张女士 纳入到她的亲人体系中 纳入到她的亲情体系中去 那么 以刘先生的这种观念 张女士在生活中的位置 就会很尴尬 我觉得尊重 首先应该是彼此的一种关系 彼此尊重 好 那么刚刚 刘先生也谈到了 说张女士 不愿意进入到您的 这个家族体系当中 但是按照张女士 刚才所说的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您的家里人 对她是不够尊重的 那好 这种不够尊重 或者说像您姐夫这样 胆大妄为的 想冲上去打她 源于什么 我个人觉得 恰恰是源于 您对她不够尊重 如果您对她 自动够尊重的话 你们家里人 谁敢欺负她 那么如果 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 您要张女士 再主动地去 靠近你们家人 再去纳入 你们家人的体系 这种家族体系 您觉得对她来说 很现实吗 我个人觉得未必 那除非她是一个圣人 如果这个情上 平衡不了的话 我觉得再多的道理 只会让别人觉得 很空洞 很可笑 其实你们的矛盾 就是大道理 跟小情绪之间的矛盾 那么为什么 刘先生 会满口的大道理呢 其实最根本的 是刘先生的 价值感缺失 刘先生一个大老爷们 对吧 家务事 他没有上手 公司 美其名曰 他是在 主持大的运营 但是实际上呢 在很多地方 又离不开妻子 甚至妻子 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 所以说 刘先生 在事业上 他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感 正因为如此 他一再地 要进行对公司的运营 进行改革 他要显示出 我男人的 大方向上的价值 但是却没有得到 妻子的真正的支持和配合 所以他很郁闷 这是事业上的 价值感缺失 在生活上 他也没有价值感 妻子都不愿意 跟他去见亲戚 跟亲戚关系 又搞得比较僵 他很没面子 他生活上 他也没有价值感 所以说 他一直在寻找 价值感的突围 突破 这就是刘先生的大道理 而我们张女士 跟他的大条正好 针锋相对 因为他觉得 这个公司 主要是靠他 在打拼下来的 但是因为你自己 本身的价值感 没得到尊重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去尊重 这个女人的贡献 包括这个女人 在家庭的贡献 这是刘先生 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观察员陈兴东认为 因为刘先生 在公司及家庭事务中 价值感缺失 所以才会用大道理 去要求妻子 而忽视了 妻子在公司 和家庭中的贡献 而这才是张女士 诸多不满情绪的来源 但在观察员 徐晨刚看来 夫妻俩矛盾的关键 还在于 两人都喜欢 在差异里分对错 而不愿从分歧中 找平衡 在开场的时候 你们都一直在表达一个 共同的意愿 其实就是 如果夫妻要和谐 那么首先很多地方 他的意见就要达成一致 这个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 可是通过你们 说的生活里面 包括工作里面 这些事情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们所说的 夫妻要达成一致 更多的是 互相之间 要求 你要和我一致 都是单方面的希望 对方和自己达成一致 一旦没有这种目标 能够达成 那么立刻 你们互相之间 产生的一个判断就是 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互相之间 都是以一个 简单的对和错 来定义 为什么没有达成一致 可是 真的很多事情 它一定是谁对谁错 在夫妻之间 所谓的达成一致 不是说 两个人一定要产生 一模一样的想法 更多的是 达成一种平衡 比如说 公司的事情 一定是谁错了吗 开场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在表达 就是 妻子说 丈夫她什么事情都不管 她是错的 要听我的 丈夫呢 就觉得 妻子什么事情 都要亲自去做 亲自去管 你是错的 你要听我的 可是 一个公司也好 一家企业也好 它既需要 有人能够高瞻远处 它也需要有人 可以事无巨细 两者都是缺一不可 可是 为什么在你们这个地方 就一定是认为 对方没有和我一样的行为 它就是错的 它仅仅只是一个 分工不同而已 如果你们每个人 有你每个人的特长 有每个人的特点 利用好你们的特点 做好你们分工分内的 那个事情 它就是最好的事情 妻子心系 那你就有一些事情 你可以亲自去管 丈夫 虽然大条 但是可能远光更高一点 更前瞻性一点 那他就做好一个公司的 战略性思维 大家做好分工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 对方要和我一样的思路 来管理这个公司呢 谁又错了呢 可是你们没有去想过 要把它去达成一个平衡 一定是要求 你要和我一致 这怎么叫一致 这又怎么体现出尊重 你知道世间最远的距离 是什么吗 世间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是夫妻不在同一张床上共谋 你们两个今天 说的哪一件事情 像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扯不清的是 都不是 举个例子说 你们家庭装修的风水问题 是 你们的差异是 你不信风水 你老公信风水 对不对 很简单 这差异啊 咱们得承认 但是这件事情 要怎么和解 你们为什么会产生矛盾 是因为你抱持的婚姻观念是 我不是因为 我跟我老公是夫妻 那么我为了尊重 只要对家庭无伤大雅 我愿意让他三分 因为他是我的丈夫 但是在这个现场 你最真实的观念是 我在夫妻关系当中 我是主角 我是不可以妥协和盲从的 我要坚持我的观念 刘先生在这个现场 不止两次的强调 你很理性 房子 我家里的女人 我担心她说出不吉利的话 因为这房子我太喜欢了 我为了这房子 我可以舍弃 陪我半生的女人 因为我理性 因为我有坚决的态度 你是假理性 真冷漠 我希望你们二位 能够今后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 用心来建设你们的夫妻关系 而逢见差异的问题 一定要从夫妻关系的角度去考虑 而不是习惯了事业上的争强好胜 夫妻关系被强化 事业关系被弱化的时候 就是你们夫妻关系真正胜出的开始 在你们家 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既是事业上的 也是情感上的 关系上 你看到一个事业上的 你觉得要冲刺一把 并且为之努力 然后你觉得很多方面 你们两个人开始有了差异 你认为 他有一些表现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说法 在这之前 你们在很大的进步的 事业上其实是取得了 也许这就是你们两 或者说你们这个家庭 能做到的最好的成绩 从你们这个公司的内部管理 你们的家庭关系 你们俩处理家庭内部矛盾 处理意见分歧 从这些来看的话 不觉得这个基础 其实是很薄弱的吗 现在看上去 你们之间已经找到了理由 去怨恨最亲近的人 当我知己最重要的 并不是离不离婚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大家争吵过后 是不是冷静下来 去总结一下 我们有多大的资源 有多大的力量 能做哪些事情 互相鼓励 也互相提醒 做好约定 把仅有的力量收拢起来 往前看 而不是两个人去 继续地争执 要不然的话 那真的是买毒还猪 你说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 最后是为了家庭幸福 回头一看 最后奋斗好像成功了 当年两个人的约定 却变成了陌路人的回忆 那我们奋斗干什么 两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观察员李金平和调解员胡建云 都建议夫妻俩 能够减少事业关系上的摩擦 回归家庭 修复感情 为家庭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 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可是刘先生这边 坚决要离婚的态度 是否已经转变 而夫妻俩又该如何 在事业和家庭上达成一致 带着这些问题 观察员张恒 首先就和刘先生展开了交流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哪里 什么问题 我是法兰代表 我连一个包围都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呢 就是不匮范嘛 做不出来 真的 公司发展到一个角度 一定要区范化了 既然他阻碍你的规范化 那么他还留在公司里头 只能阻碍你的规范化的设想 和实施 那么他就应该退出公司的经济 也不应该退出 如果要和而不同 前提是互相尊重 别人的意见你也要听 如果不想和而不同 如果认为别人是错的 那么好办 他退出或者你退出 您现在认为公司的成功 家庭经营的成功 您占着很大的 您是 我是 是决策性的正确 方向性的引导 好办 那么您继续引导 继续决策 他退出 暂时的退出 而不是永久的 夫妻的分离 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 看得出 对于妻子的付出 刘先生也是十分的认可 但是在公司的管理上 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占主导权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李小云 也就这个关键问题 和张女士进行了沟通 你们继续过下去了 那你们最大的分歧点在哪里 最大的矛盾点在哪里 担心的就是担心公司 那你可以放手 让他做一阵子 做一阵子他发现不行了 发现 原来我这么做 还不如我老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两个再重新做调整 只要你们两个人都在 两个人能达成一致 这个公司有钱还赚不到 确实 他讲的确实是从从事到大道理 我就是想女人 就是眼光比较短浅 就是看眼前那种 那我就想放下手 让你去做 我不做 因为我真的做不好的话 他也会反思 看能不能用这种办法 在密室里 张女士出人意料地表明 自己愿意主动退出公司 这也让现场所有人 都松了一口气 公司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可是之后 两人又该如何修复感情 融洽相处 在密室里 观察员徐晨刚 将夫妻俩叫到一起 开导起他们来 哪里有两个人都来做决策 或者两个人都来管锁碎的事情 都不合理 对不对 东样家里的事也是这样的 我们正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看 大是大非 是什么 我们坚持 其他一些东西 我们尽可能地达成共识 而不是要两个人一定要 你跟我一致 我跟你一致 好 你跟我有不同的地方 好 我可不可以让步调整一下 你可不可以稍微角度变换一下 改变一个新的观念 能够融合在一起 观察员徐晨刚 建议夫妻俩 在之后的生活中 也能够合理分工 求同存异 这样矛盾自然会减少很多 她的这番话 让夫妻俩都陷入了沉思 而密室调解 也进入了尾声 张女士是否真的愿意 退出公司 回归家庭 而两人最终又会达成一个 怎样的和解方案 密室结束之后 答案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那从密室出来以后呢 根据二位的沟通 为你们拟了一份协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协议的内容 好不好 协议一共有四条 甲方是刘先生 乙方是张女士 第一条 男女双方同意 家庭投资经营的公司 合作社等 自调解协议签字之日起 一年内 完全交由男方决策经营 以及规范化和升级转型调整 并将财务等相关情况 积极充分地告知女方 女方在三个月内完成提友工作的交接 并在该一年期限内 不参与男方的决策经营 一年期满后 是经营情况 双方另行协商经营决策和分工方式 第二条 男女双方同意 自调解签字之日起 留取不低于人民币50万的现金财产 作为家庭基金 存于双方婚生子女名下的银行账户 具体用途由男女双方协商处理 但不得用于公司合作社等经营投资 男方承诺 是投资经营情况 将部分年收益补充家庭基金 第三条 男女双方同意 男方负责完成家庭购房按揭贷款的偿还 并按月交给女方人民币1万元 由女方管理 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支出 第四条 男女双方承诺 今后应当相互尊重 首先充分倾听对方的想法 互晾互让 冷静协商 共同促进家庭和谐稳定 一共四条 可以吗二位 可以 那咱们先签字吧 两位 其实我想对于二位来说 能够签下今天这份协议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特别是张女士 但是既然我们有这个想法和选择了 那就应该要对未来的选择充满信心 看来不要哭了 你也不要那么担心 因为整个公司的发展 怎么构成 我很了解 特别是那些 咱们要去赶哪里 要在哪里下历 我已经很清楚 你不要那么担心 我一定会把这个公司干好的 因为为了我们两个人 这份奖励 我要把它打造得更好 以后在生活上 我也会多关心你 还有如果多的东西给你吃 你还是要喝 是的 我也应该放手了 我相信 相信你 也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我是这样说的张女士 你就这样想 她这几年 可能全身现在不在工作上 所以她可能会没有 那么关照到你的想法 但是你看你今天 一旦给她空间 她马上把心就放过来 她很希望把梦想实现 其实 无论是公司经营也好 在日常生活中相处也罢 夫妻之间 如果能够多一些求同存异 少一些针锋相对 相信矛盾就会越来越少 信任和尊重也会越来越多 在调解的最后 张女士再一次落泪了 看得出 对于丈夫独自经营公司 她依旧是有些担心 希望刘先生在今后 也会用实际行动 打消妻子的顾虑 和妻子齐心协力 把公司发展壮大 让家庭更加和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